美国纽约华尔街星期二迎来今年首个交易日 但是科技版开年渐红 由于美国国债受益率走高 英国第二大的巴克兰银行又以需求疲软 将西股巨拨苹果的评级下调到减持 导致苹果、微软、英伟达、Metta一众科技大厂面临开市红 开年首个交易日闭市时 只有道琼斯指数乐观看涨25点 以3万期间715点挂收 标普500指数下跌27点 缩盘时报4742点 战况最惨烈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狂蟹245点 缩载14765点 原油期货方面截至今早9点 WTI纽约原油涨价15美分 每桶大约70美元 布伦特原油则下跌1美元15美分 每桶将近76美元 课题315poke赚指数hello 极度剥岛 邦平 steep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